回到台湾贵团 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 这几年走下来的 财经相关的政策看来 没做好的也不少 没效果的也都已经做下去了 那我们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任俊我们知道 昨天看了这样新闻 也看到行政员非常努力 在做相关的经贸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觉得现在政府部门 除了在这些的 我们讲标题式的口号喊喊之外 他们应该还有什么可以做 其实我们谈到现在 都没有讨论到股市 对当然了 其实我会觉得说 政府当然会想尽各种办法 希望能够提振经济 那这个我印象中最少 大概我昨天稍微翻了一下 从2012年的1月 陈冲那时候上台的时候 马总统就开始不断的 在各种的场合里面 都讲到要拼经济 而且我甚至记得 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时候 马总统也一直在强调说 包含像什么穆斯林地区 那种地方 我们都应该要去开拓那些商机 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触角 升到那些地方 不可以放在我们以前既定的 所谓的欧美的国家里面 我们去开发新兴国家的市场 但现在看起来就是 我也很想问政府 就是说你现在这些成效在哪里 包含你现在不断的 大家为什么会质疑说 政府永远都是在喊这样的口号 当然今天看起来股市是好的 但是我们很怕的是 那个叫做一日的行情 就是你过两天 整个到最后 大家发现到原来 它是涨空的时候 那股市再回来了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对于经济的感觉 是来自于说 政府的那个不确定性 就即便我们听到很多 大家一定很纳闷的是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现在推到哪里了 它升到什么地方去了 它除了一个发言人下台了之外 一个告诉我们说 这个方案非常的复杂 的一个广告之外 到底它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 对我们有什么来帮助 马总统现在讲说 今年要全民一起拼经济 民众拼的是什么 民众拼的是我自己的荷包 可是我的荷包取决于哪里 取决于我的老板给不给我 所以我是被动的 我只能被迫接受 可是当政府 每次一推出一个优惠方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几乎是得倍数的在获利 而且那样倍数的获利里面 他并没有把这个获利的 这个所谓的 他的所想到的这些好处 分享给他的劳工 那这个是民众觉得说 最大的一个相对的 被剥夺感的那个一个由来 所以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股市说 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说 股市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有在振兴 或者是中长期回来看 我必须要讲是 马总统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你现在的任期 其实已经到了第二任的后半段 马上要进入后半段的 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 政治的方式来看的时候 你的前四年 或者你的前五年 其实都是在推出政策 而且这个政策 到底什么时候该收割 你还记得吗 633的时候 或者是马总统在第一任的时候 他争取第二任连任的时候 他说我很多提出来的口号 是我在第二任的时候 才会达成的 所以我用八年的目标 那我也很想问 现在已经6年了 你的目标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 今年是不是一个收割的成果 请不要再提出一个新的口号 告诉我们 因为这几年 我们确实听到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口号了 时间真的是不太多 对总统的任期来讲 那么今年说要加薪要加薪 但是一开始 昨天1月1号开始 有加那叫基本工资的 实薪 加了6块钱 109变成115块钱 所以如果您是拿实薪的话 钱要好好去算清楚 今年7月1号决定会加的 就是基本工资 19027要加到多少呢 19047加到19273 加个200多块钱 有人在加薪 但这是定调的一个加薪 所以卓老师 我们刚刚刚刚讲的股市 我们聊了半天 我们也聊到股市嘛 所以会好奇说 其实股市我们说 它是经济的火车头 股市因为一个镇所 所以搞到闷到一个不行 那个屋顶到底算不算先开 8500不小 但至少现在还在8600 老师 所以接下来 如果让大家有感 股市嘛 是最快最好的方法 确实哦 大家看到股市今年 去年一整年下来 好像有两位数的成长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涨太12月 为什么涨太12月 双方程度是政府 故意把它拉上去 有在拉来哦 全年拉它看起来很好看 有在拉哦 好那当然啦 不管谁拉的都其次啦 反正只要涨上去 因为数字也告诉我们说 平均一个股民 可以赚个几十万 那当然 我们台湾股市的组成里面 60%是散户 其实真的还是蛮多人 因此受贿 当然没有办法全民共享啦 可是不思维是一个 短线的一个方法 虽然大家会觉得说 你股市涨 我没没股票 跟我也没关系啊 可是不要忘了 在股市赚到钱的人 其实可以带动消费 我请给我很明显的例子 我个人还蛮喜欢喝下午茶 可是我发现过去这一两年 台北市非常多的下午茶 五星级饭店的下午茶都关掉了 为什么 饭店的下午茶 以周间 周一到周五周间 其实它最大的消费来源 就是股市的这个股民 如果当天股市好 我们在过去有的观察 只要当天股市好 当天五星级饭店的下午茶 生意一定非常新鸿 可是我们就会看到 一堆连周间 它连开都不开了 它现在只周六周日 抢到不得了 对啊 所以这百分就告诉我们说 饭店发现 根本就没生意了 为什么 真的我们股市闷太久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多少可以带动股市 直接投资的人可以赚到 因为它赚钱的 相当程度的消费 也可以带来社会的共享 我想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 除此之外 我觉得基本公司 真的也是一个大问题 好 我们待会再来请老师聊 至少股市是不是香港 算是速度快的 立刻可以见效 但是好像说12月是有在拉台 政府有本事拉 接下来为什么不好好地 把它再拉高一点 这是最快的一个特效要吗 我们待会回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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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